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洲盖的房子越多 那边可以住进楼房的人就越多 是不是很有意义的事呢 这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事 可是我平时上幼儿园 因为放假呀 爸爸在非洲好几年了 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休息休息 看看我呢 爸爸说他很想我 但是盖房子这件事 不是佛洋人能做好的 像他们在建的这座高楼 是他和叔叔阿姨们 一起发明的一种坚固的材料 在四五十度的高温下都不会变形 才能用一只很长很长的手臂 凤土上天 这是很多其他国家都做不到的事 所以非洲是要他和他的同事们 还有很多很重要的工程 也是要他们 我想这就是大人吧 他们好像不所不能 无尽不吹 不像我们小孩子 只用学习 还时不时会生病 爸爸跟我认定要按时出管管 他每天出完才会上班 希望爸爸他们能早点进好 阿尔吉利亚最重要的机会 也希望大家健健康康 爸爸跟我说 他和他同意又在非洲 干了很多大事 他跟我发了 他出那些地方打卡的照片 有阿尔吉利亚 进入等级最高的公路 有北非地区的航空俗鸟 还有好多好多的楼房 我还在爸爸照片里 看到很多不容肤色的叔叔阿姨 爸爸说他们是团结在一起 助照幸福的人 他们都笑得好开心呀 好想去看看叔叔阿姨们 是怎么垫进这么多厉害的大工程的 今天不带爸爸打电话了 因为 爸爸回家了 爸爸说今天要带我去个好地方 可以看到他们的秘密武器 我看到好多厉害的植物吧 有在地下挖洞的 用构级三天建层一层楼的空风造楼级 原来不仅在非洲 在世界的很多其他地方 中国建筑的叔叔阿姨们 用这些大家伙 还有仙轻的技术 像变魔术一样 架起了世界上 非常的扩海大桥 悬崖中非大鹅高铁站 大大的机场 穿热沙漠草人 沼泽地 能看到不同风景的 长长的公路 这些超级工程 就是祖国的名片 这些名片 可以到世界各的地方 去帮助大家 让各的地方的小朋友们 拥有更好的生活 我在想 如果用我们厉害的技术 去更多的地方 修桥盖房子 这些世界会变得 越来越美好呢 爸爸妈妈教了我一个词 奶奶命运共同体 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事 所以我把这句话 画了下来 希望全世界小朋友 都一样 有宽敞房子住 便利的出行条件 可以去世界的任何角落 大家一起快乐住在 一球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